好 獨派人士真的好大的膽子 在國慶大典持續進行 而蔡總統都在台上的時候 竟然施放了一個空飄氣球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今天稍早的畫面 演唱國歌的 剛會中主席 白神父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主席人 看清楚了嗎 那個氣球上面寫的字 什麼字呢 一邊是實踐正義 一邊是消滅中華 然後仔細再看一下國旗 國旗是倒著的 倒過來的中華民國國旗 你做這種事情不覺得丟臉嗎 你生活在中華民國土地上 你賺的是中華民國的台幣 你不要賺錢 你不要住在這邊 你在國外愛上搞隨便你 怎麼會有人可以 住在這塊土地上 又不認同這塊土地的國家主權 我真的是搞不懂 待會兒再來談這個話題 我們先來請教帥將軍 這樣的事情 總統府是進航區 任何飛行器都不能進入的 結果有個熱氣球 你看他可以漂了多久 大啦啦的就這樣漂上去 漂的 蔡總統在講話 你說這不是維安舒適 什麼才是維安舒適 第一個我要跟觀眾講的 國家的國慶日 是國家的慶典 大典 這個維安規格是最高的 因為比總統的維安格格還要高 為什麼 他上面還有外國元首 假定今天中華民國邦交 外交搞得很好的話 可能來了十幾個總統 對不對 所以你看 習大了他在廈門搞一個 他把城市都清空 對不對 我們今天用不到那麼大 但是仍然是中華民國 最大的一個國慶慶典 第一個我們先講勤收好了 在任何重大慶典之前 勤治機構 調查局 安全局 甚至於所有的反情報隊 對這些考古題 你不去搜一搜 什麼叫考古題 誰都知道會有人鬧事 不管獨派的鬧事 統派的鬧事 這個是連老百姓都知道 預期 你以前還經過紅三軍 這種東西一定要收情報 以前我們在國防部 不要說那時候是嘉義的大選 哪些車輛裡面藏了有狼牙棒 哪些車輛裡面帶了有汽油袋 勤收都已經有了 這一次獨派的是你派不進去 還是派進去了知道了 也讓他出來 對不對 放水 這個我覺得有政治意涵的 我們慢慢談這個警戒部署好了 你聽聽今天的國慶 蔡英文的演講 六個提到國家的 四個是講台灣 兩個是講中華民國國軍的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國軍長年以來是反獨的 而是忠誠的維護中華民國的 鐵衛部隊 所以他談到國軍 他要灌中華民國 談到政治上的問題 他一律扣以台灣 是 對 第三個 今天獨派的鬧事這個畫面 他可以拿給大陸砍 為什麼 代表在台灣 反對一中的民意是多麼強烈 我小英的為難 你們應該知道 我已經釋出最大的善意 勾招 這些東西你要看 看東西看畫面 要知道它裡面的政治意涵 下面蔣偉 臺北市兩個憲兵群 上千人 在國慶的周邊也好 群眾裡面都要部署的 今天尤其 維安好做是什麼 場面冷清 我從小學 在女師傅小就要參加 三軍求償的國慶晚會 我想大概老一輩子都知道 一直這麼多年來 國慶前一天晚上 已經是歡天喜替 到處都開國慶晚會 國慶日是人山人海 那個時候連凱達格蘭大道 所有的榮樹上面 都爬滿人的 對不對 民國40年 國軍剛撤退來很窮 那也把國慶辦得盛盛大大 莊嚴樹木 今年你說 藍的人想 這國家還存不存在 對不對 有興趣來參加國慶嗎 不來 綠的 我希望你獨立 你到現在一個這兒 你也不敢蹦出來 他來不來 來不來 為什麼來鬧場 對 人少了 照理講維安就好做 這個維安最怕混在人群裡面 失蹟而動 空中是更好看 那不只是土地銀行 那些那個是不是都布滿了 有主機手 要監看這個空中的 而且以前已經發生過 無人飛機去做一些破壞行動 這些東西都叫做考古題 不是有創意的創新題 那你維安單位的螺絲是鬆了嗎 對不對 那個氣球發現了早的話 以主機手的水準 打個氣球打不到嗎 而且那個氣球飛得很慢 而且他一直平熱也很好打 對不對 可能他真的打光彈夾也沒打到 不是 今天你拿彈鼻弓也把他打下來了 嗶嗶彈也把他打下來了 對不對 我女兒今天看那個節目 看那個特勤隊表演 她說這是日本的忍術嗎 搞了半天 就是說我們維安投資了這麼多 我很難過 當初我跟佟道陽將軍兩個 為了絕機案成立了 憲兵特勤隊 我們在國防部推這個事情 今天只拿來做表演用 實際上的這個維安行動上 我看不出一點功效 所以你不管現場的部署 屋頂上面的部署 還有你的勤職的搜索跟準備 你事先處理總比事後處理強 如果這幾個獨派 又不是今天新面孔 對不對 我們在立法院門口 天天看到那些 他都住在那兒 都住在那兒 也不敢舉地對不對 那這一東西你去道德勸說也好 警告也好 甚至於把他請到別的地方 度個假也好 就不要弄得這麼難看 這個場面很難看 今天這個國慶 我覺得是叫做雜醜式的國慶 唯一的亮點還是國軍的殘職 雷虎小組 對不對 Apaq 77年Apaq就成軍的東西 然後已經快要報廢了哈雷機車 你記得嗎 前兩年立法院要拍賣 我都準備去投標 對不對 你今天能夠亮點的是這個 其他現場宮廟裡的花車 花車我看得最失望了 你記不記得 以前華航每年要參加美國 Pasaradi的這個花車遊行 華航拿了好幾年冠軍 那個花車多漂亮 今天就是草草應付 尤其中油 台電 搞的一些花車 真的 我不曉得是花車 還是什麼車 對不對 弄個標語牌 對不對 你家裡捨不得花錢 你掛十幾面大國旗 我看得也舒服 對不對 所以這叫鳥草 第三個 模仿 把我們這些四大運得的選手 頭上帶點榕樹葉 那是希臘的桂冠 你拿著金子剪一下 也比那個漂亮 對不對 弄個汗馬車擠一堆 它是哪一個項目 你想聽今天國家重視體育 這是跆拳道的冠軍 這是舉重冠軍 標槍冠軍 你是彰顯體育 對台灣爭光 不是窩大一團 一堆車子 那也不曉得是什麼項目 弄個幾個榕樹葉在那裡搞一下 台灣不是講究創新 拜託 國慶慶典是最容易創新 有新典子的東西 結果是 就是雜丑似的 我起先還以為是 今天宮廟大遊行 三太子也錯 出境 繞境對不對 對不對 就差一個大陸來的馬祖 可能因為紅色的關係 沒參加 繞境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講潦草辦事 因為從頭到尾大家認為 你沒有一個人在那邊 是真的為國家深入在慶祝 對不對 你今天蔡英文講的話 多柔軟 我的感覺是唱白臉的總統 唱黑臉的民進黨 你說的跟你做的 完全兩碼事 所以說 你說叫大陸聽你的 讓國民對你有信心的難 那真是難 對不對 下面我在時間講 為什麼我們感覺到很失望 好 來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聽帥將軍 帥伯伯來分析 絕對是最準的 事情的勤收 難道你不知道嗎 事情發生當下 難道你不能馬上處理嗎 事情發生之後 人抓了沒 哪一個團體做的事情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你抓一個韓國嫌犯 到你民進黨中央 封山去抓 這種人到中華民國的國慶 封路去抓都可以 請問你們做了嗎 到現在沒有做 所以不得不讓人家懷疑 副教授 這裡頭就是政治意涵 我從幾個角度來講 第一個 剛剛帥將軍講的說 東西有情資 絕對有 當然 考古題 包括事前的各種想定推延 事實上都有做 那麼熟面孔 事實上 維安特勤也都認得 對 今天比較意外是什麼 你說那個燒稻草人 他們還燒國旗 水桶就在旁邊有沒有 他們也燒國旗 水桶在旁邊 為什麼水桶在旁邊 你知道他要燒 所以有沒有情資 有 對不對 所以是有情資的 有沒有處理也有 另外一個就是行動劇 那個在馬路上表演 那個要申請的 這些都是預期內的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會想 OK 你老早就有計畫 然後也溝通過了 大家最少有打過招呼 可是那個氣球 就是我今天內心裡面的 一個大疙瘩 就是這種不可能事前有打招呼 如果有打招呼 事就大了 打招呼又不讓你飛了 對 不是 如果是打了招呼又飛起來 那就更慘 打了招呼 我讓你 還讓他飛 但我個人比較不太去 希望往那個方向想 為什麼 因為老實說 我在學校當老師 我有很多很多的學生 其實今天那個畫面裡面 剛剛大家重複播裡面 有在我班上念書的學生 他們也有家 有小孩 如果事後要懲處 要調查的話 他們也完蛋了 所以我個人作為一個老師 我不認為他們就是 這個瞎繳禍 或者說故意放水 然後拿自己前程開玩笑 不想升官 我覺得也不會 但是這個氣球的事情 有沒有情資上面的疏忽 就事前不知道 這恐怕這個要嚴查 重點是他事後的態度 他說沒有立即性的危險 所以不用把他打下來 是意思嗎 會讓我們懷疑說 是不是就像將軍講的 他是套好招的 我扮白臉 我是書善意 可是我讓你們毒派 去胡搞瞎搞 剛剛我們在一開場的時候 有講那個 我們最知道粉末式的毒粉 叫炭菌病的粉 炭菌 炭菌 那個粉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Sniper 我是一個射手的話 我要打以前 我還想說他裡面有沒有東西 如果打了以後 他真的散了 會怎麼辦 完蛋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並不是 就是說我可能要想好幾種 版本的情節 這些東西我覺得我們勢必 政府有相關的單位 他必須要負責任要去追查 如果事前完全沒有情資 有情資以後 當時處置是不是得當 尤其是剛剛我們有把聲音播放出來 是總統還在製作的時候 還在講話 飛起來的 這種東西就是 這個畫面拿到 我們自己看有一種感覺 給外國人看是另外一種感覺 給北京的人看 那就難過了 他們會怎麼解讀呢 那我就要講到下面一個關鍵 今天蔡總統 他在講話的時候 有抗議的活動 他是一個談判者出身的 談判者最重要的 就是在跟對方比劃之前 要 沙盤推演 除了推演以外 你不能示弱 你如果一出手是弱勢的 譬如說場面控制不住 或者是說內部的有爭議擺不平 你的對手想要跟你好好談的 那個意願就會滑落 所以我們用常理來判斷 一個談判者 他不會要再跟對方 真的要接觸前來示弱 對不對 今天我如果我們兩個人 是兩邊要對決的話 我絕對不會讓你看到 我後面有小弟 不太聽我的 我背後插了一把刀的 不會說我後面有小弟 他不太聽我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對我的感覺會不一樣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蔡總統今天恐怕 心裡面也很難過 因為這個應該不是他設計的 對不對 對 我們大家 因為我平常只談兩岸問題 跟國防問題 國內的政治我比較少談 那麼所以可是大家觀眾朋友 大家都知道 今天蔡總統在民進黨 如果民進黨是這麼寬一個光譜中間 他要做一個統估 把所有範率估起來 他裡面有各種形形色色的人 那麼所以各方面叫牌的 逼宮的 這個很多 這個要釋放阿扁的 我平常不太談這些問題 這些對於 對於如果要在國慶的時候 在兩岸問題上面 要傳達一個正面的訊息 或者是像王健壯 這個王大哥講的 就是說他聞到了一些 可能蔡總統要在兩岸上面 要做處置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今天的這個發生這些事情 應該就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蔡總統可能今天還在想說 那個氣球真的害我在大陸面前 好丟臉 所以剛剛的副教授一直說 他可能會覺得很生氣 但是事實上你說 在大陸面前丟臉的 還不只這一點 包括今天我們光是看到場面 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冷清 這真的也是相當的可笑 那種大藥氣筒 外國元首來的我看大概都史上最少 我收集一下媽媽回來 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好 我是王佑正 今天是雙十國慶 我們要祝中華民國 生日快樂 我們好愛國旗 來 今年這個國慶日 國旗少了 官李的人潮也少了 場面冷冷清清 好 都算了 但是獨派人士 他們是從路空兩頭晉級 在詛咒我們的國家嗎 你看 又是燒人偶 說是要火化中華民國 然後又施放什麼氣球 然後說要消滅中華實踐正義 我們不是有維安嗎 維安還說是高規格 但是到底他們有什麼執法決心 怎麼好像是放任不抓 那麼一方面 我們當然看到國慶 你說辦得是馬馬虎虎 勉勉強強也就罷了 是不是也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看到 小英的國慶演說 怎麼聽起來跟去年 是幾乎一樣的呢 今天我們都要好好的討論 今年國慶不能說是最熱 但是也是平了18年 非常非常熱的紀錄 早上我到後面播國慶 播到襯衫都濕透了 天氣很熱 但是現場真的滿冷的 人少之外 今年來的友邦國家元首 大概也是史上最少 只來一個 到底其他人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不來 我們的台灣國際定位 或是兩岸關係要怎麼走 等一下來好好剖析一下 小英總統的國慶文告 現在介紹資深媒體的謝安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王鴻威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還有丹江大學的 這個戰略研究所的副教授 黃岐正 黃副教授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的前立委 雙華民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的國會辦公室 助理鄭兆欣 大家好 今天是國慶 應該是要歡歡喜喜的 但是沒有想到 居然有人來鬧場 而且還放靈堂 還燒人偶 來詛咒我們的國家 韓兵 是 我覺得這真的是 我好像第一次在國慶上 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尤其是還有這個空飄的 什麼消滅中華都出來了 然後直接 我就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 維安到底是怎麼做的 怎麼會 你四周不是已經有 層層的關卡嗎 這個氣球從哪裡飄出來 都沒有人警戒嗎 老實講 如果說上面裝的是機槍 或是某種爆炸裝置 你怎麼辦 是不是總統 還有其他來的貴賓 所有的安全都受到威脅 我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事情 第二個 難道是因為他們是獨派的 所以就可以不用抓 就當都沒看到 他不會有危險 我必須稍微提醒一下 你怎麼知道 統派不會裝成獨派來幹電視 如果他裝成獨派 然後讓這個氣球空標過來 然後裡頭裝的是爆裂物 你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你不能管他是統派或獨派 你都應該要抓 而且之前不是前兩天 我們的內政部長 葉俊榮才在說嗎 說要用違憲來處理 某一些政黨嗎 現在這些人擺明的 就是一些違憲的動作 因為他們目的 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這些人是不是連視線都不需要 是不是應該要直接 抓起來才對 而且他們已經干擾到 國家最重要的國慶典禮舉行 這些人難道不應該以現行辦 立刻逮捕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奇怪 難道在這個國家 永遠都是雙重標準 但是我也必須說 獨派這些人 真的還滿無聊的 我說真的 你不喜歡中華民國 你以為上面那個蔡英文 就很喜歡嗎 他也不喜歡 我跟你講 他只不過是一個 他就是好像一對夫妻 這個老婆心裡頭 早已經跟別人在一起 他只是不得不為了這個 他老公的錢持續留在這邊 只好假裝在那邊 幫他過生日 其實蔡英文現在的角色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他本來就已經在那邊裝了 然後他又是你們的人 你們讓他裝有這麼痛苦 幹什麼 你就讓他好好偽裝完這一天 然後就結束了 你們這樣鬧其實我老實講 也不會代表任何意義 其實只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也就是 現在不管加泰隆尼亞 不管是庫德族 全世界的國際縣市 都已經告訴你們獨派 如果你只是單純用這種 嘴炮的方式 是不可能會達成的 你們單純用這種鬧劇的方式 也不可能會達成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獨立 麻煩你拿出你的勇氣來 你們明刀明槍的幹 不要在那邊畏畏縮縮 只敢用這種 這種偷雞摸狗的方式 去做這種一笑大方的事情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無聊 今天是中華民國的生日 我覺得就讓這個國家難得 有一天過好一點的生日不行嗎 這一年365天 你們已經鬧事鬧了364天 你們可不可以有一天 讓中華民國好好過自己的生日 我知道你們不喜歡中華民國 但是不好意思 你現在你們借殼上市的地方 就叫中華民國 你不承認都不行 這滿可笑的一件事情 你說這個藍營執政 國慶或是相關活動 來鬧的是綠的 正常 綠營執政 你說外面有藍子在鬧 大概大家也能理解 結果怎麼今天綠營執政 外面鬧的全部都是綠的 又是突破為安 放個什麼熱氣球進來 又是弄個什麼殭屍稻草人 說要消滅中華民國 請問一下蔡總統 你的國慶都是你自己人 在丟你的臉 洪委員 沒有錯 你這次其實 國慶應該大家是高高興興的 一起幫我們的國家 來慶祝生日 可是你可以看到 整個鬧場的狀況 其實民進黨執政 這些獨派團體鬧得可兇 因為他覺得說 我今天是 事部一定要消滅中華民國 他們才要達到目的 他們才甘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其實維安真的出現 非常非常大的漏洞 尤其蔡英文她在 今天的這個演講裡面 還特別告訴大家 我們的三軍是怎麼樣機動的 隨時什麼飛機可以起飛 然後我們有船艦 可以在巡視所有的座位 只要有事的話 一定可以保衛台灣 結果你很好笑 你在國慶大典的時候 你在講話的時候 空飄氣球跑到那邊消滅中華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是到底是什麼樣的維安 這是國慶大典 這不是一般的嘉年華的活動 是國慶大典 一個維安是最基本的 如果今天它是 一個消滅中華的一個標語 如果他從那邊投擲了一些 爆裂物或者一些危險的物品 那麼雖然今天參加的 不管是僑胞也變少了 國外的代表團也少了 國外的元首也變少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投擲 任何的一些危險的爆裂物 這還屌得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的維安 到底發生什麼回事 另外我覺得這些獨派團體 他是反正早也鬧 晚也鬧 反正你是國慶也鬧 世大運也鬧 大家想想看當時在世大運 我們非常很多人都帶著國旗 一起去幫我們的中華隊來加油 甚至我們有一些外國的這些選手 還披著中華民國的國旗 來幫我們來加油 大家都覺得好感動 可是獨派團體當時在鬧什麼 他們認為不應該拿中華民國的國旗 進場加油 他們在現場發台獨的旗幟 而且要求要把台獨的旗幟拿進去 為了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在那邊為安在吵鬧 所以今天是同樣的狀況 我們今天我們的國慶什麼時候 我們的主題變成是 一個國旗尋寶遊戲 或者中華民國尋寶遊戲 大家都來找國旗在哪裡 中華民國在哪裡 包含蔡英文今天的文告 中華民國提出來好像不出五句 六次 有六次嗎 我還算算 大概有六七次 非常少 台灣提示幾次 比起來就很少了 當然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而且你要非常仔細去聽 才聽到說 他終於提到中華民國 所以大家都在尋找中華民國 尋找國旗 可是即使如此 獨派團體他們還不滿足 他並不滿足 他覺得應該今天要升起的是 台灣國的國旗 所以今天才會鬧 所以剛才也有講 葉俊榮還講說 他要以這個可能以違憲之餘 要來解散統促黨 如果按照就是說 今天有任何可能 消滅中華民國存在的話 那麼今天的這些獨派團體 獨派政黨 應該是你葉俊榮口中裡面 第一個應該被消除的 政黨跟社團才對 的確 好 那麼觀眾朋友 我們剛剛談到了 在今天有獨派的人士來鬧場 那麼不僅是在台中 我們看到有人祭出 進到中華民國名單 擺了一個靈堂很觸眉頭之外 另外在今天 自由廣場上面 也看到獨派人士 他們竟然想要火化 代表中華民國的殭屍 當然立刻引起了警方注意 但是卻也只有灑水滅火 奇怪 維安怎麼不抓人 人抓起來 對 先來看這則報導 現場直接點火引燃 警方衝入滅火 沒想到抗議民眾更加火爆發聲 推擠衝突 所有人擠成一團 情緒激動 雙十國慶典禮週遭 發生不少插曲 台獨宣運團體 架請臨堂抗議 甚至還自製殭屍 說是要火化送走中華民國 顯然對於十月十號 舉國同歡的國慶典禮 抱持不同立場 人士警局掌握情資 抗議人士可能會採取激烈手段 不敢大意 立刻潑水控制 才沒有讓衝突擴大 但陳抗內容可不只有這樣 一早蔡定位為首的獨派人士 就已經在現場 釘地板高舉旗幟標語 其他台獨聖運團體 也用行動劇來表達訴求 台灣的中國不是中國 難道是西班嗎 當然不只有獨派 統派反民進黨陳抗團體 來到雙十國慶典禮 八菜總部成員高呼口號 在接近警服門所設計的意見 表達需表達訴求 現場上演小豬公行閱兵典禮 要求小英總統蔡英文下台 警方的現場用道路 改道牌築起隔牆 兩派抱持不同意見的聲音 都能充分表達 只是火爆衝突 卻始終沒能避免 繼續台北綜合報導 我們再說一次 今天是中華民國106年的 國旗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而且在這場生日慶典當中 國旗不能少 國號不能少 國歌也絕對不能少 但是呢 卻多了很多不該多的東西 怎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 今天的國慶天氣很熱 平了2000年以來的國慶最高溫紀錄 32.1度 尤其這個雨一下下一下停 一下出太陽 一下又陰天 外面又悶又熱 但是天氣很熱 你注意到了場面裡頭 卻是冷清清的 這真的不是隨便亂講 儘管總統府外交部號稱 今年回到台灣的僑胞 比去年還要多很多很多 說去年3000多 今年5000多 我真的很想請問總統府跟外交部 這些人到哪裡去了 來 我們從這個畫面先來看 很熱的天氣很冷的國慶 怎麼回事呢 好 今天在國慶的現場 你知道總統府的南北廣場 以往的國慶是擺滿了鐵的折疊椅子 但是今年仔細看這個畫面 對 有擺鐵的折疊椅子 但是它是擺兩排椅子 空一大格再擺兩排椅子 再空一大格 換句話說 椅子根本沒有擺滿 沒有擺滿也就算了 我早上7點到現場 離開的時候11點半左右 結果這椅子沒擺滿 擺好的椅子人也沒坐滿 所以人到哪裡去了呢 不只場內人少 場外也是冷冷清清 以往大家排隊搭捷運搭公車等計程車 把整個總統府周遭塞到爆炸 但今年捷運非常暢同 小黃計程車排班等不到人 怎麼我們台灣人對國慶這麼無感呢 蔡總統您可以好好想一想 來 對照馬總統剛上任 或者是上任第二任的相關國慶典禮 現場真的是人山人海 為什麼 因為馬英祖總統 國民黨政府很清楚地告訴你 國慶就是中華民國的生日 所以一定要有國旗 一定要有國號 一定要大聲唱國歌 今天馬總統告訴你了 如果這三個元素你通通做不到 台灣人會不舒服的 中華民的國民心裡會不滿的 通通表現出來 就出現了這場很冷清的國慶 好了 除了台灣人自己人很冷之外 我們外國的好朋友們 好像也對台灣的國慶 中華民國的國慶 越來越無感了 為什麼呢 來 我們看到去年 蔡總統剛上任第一次的國慶的時候 當時還有三位元首級的外賓 到台灣來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而往前推 在馬總統執政時代 十個 八個 十二個 九個 這些邦交國的元首 我強調元首級的外賓 包含了總理 議長 總統 國王 等等 大家都很願意來共襄勝舉 但對不起 蔡總統 去年三位到了今年 只剩下一位 就是土娃魯的總理 而為此我們的總統府 不曉得是有巧思 還是不曉得其實滿丟臉的 居然在凱道上頭 以前凱道國姓 旁邊插滿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但今天卻在青天白日紅裡面 夾雜了這一面 有一個英國小國旗 佔了四分之一 旁邊是水藍色 上頭有黃色星星的國旗在裡頭 看到覺得好奇怪 哪一個國家 原來就是土娃魯的國旗 也因為有土娃魯的總理到台灣 所以特別放了土娃魯的國旗 但報告民進黨政府 這不也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元首級的外賓 就只有土娃魯一位 所以要插國旗 只要插土娃魯的國旗就好 到底為什麼呢 我們的國人無感 外國的好朋友也不太願意來 蔡總統好好思考一下 才上任第二年 就出現了這麼冷清的國慶場面 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超熱超冷清 維安還超級掉漆 講到的就是這個畫面 有夠離譜 首先先告訴你 在總統府周遭 那全部都是飛航管制區 任何的飛行器 哪怕你是一個小蜜蜂 是一台空拍機 是一台小小的熱氣球 統統都不准升空 但沒有想到 在今天國慶 蔡總統致辭的時候 居然出現了一個 這麼大的熱氣球 熱氣球不打緊 下面還掛了很難聽 很觸眉頭的標語 一面寫著消滅中華 一面寫著實戒正義 下頭看到了嗎 一面中華民國的 青天白日滿地紅 還是倒過來掛的 這樣子的畫面 能夠出現在一個 國家的生日慶典上嗎 第一 我剛剛說了 維安好好檢討 要不要懲處 誰弄的趕快抓出來 第二 報告蔡總統 這些全部都是你的 忠實擁護者 這些人來大鬧你的 國慶場合 丟不丟臉 該不該抓呢 除此之外 剛剛新聞你也看到了 除了用這個熱氣球 飛過凱道總統府前方 讓蔡總統的致辭 完全失焦 而且超丟臉之外 還有獨派團體 現在國慶當下 跑到了中正紀念堂 在裡頭抗議 其實我也搞不懂 要抗議什麼 你們的人都當總統了 你們擁護了蔡英文 都全面執政了 你們還要抗議什麼呢 抗議不打緊 還做了一個稻草人殭屍 說這個殭屍就是中華民國 要把中華民國燒掉 要把中華民國這個殭屍給燒掉 今天是中華民國的國慶 你們這些獨派團體 又是消滅中華 實踐正義 倒掛國旗 又是在隔壁的自由廣場 燒殭屍說要消滅 火化中華民國 請問你們是何居心 你居住的難道不是 中華民國的土地嗎 你賺的錢難道不是 中華民國的貨幣嗎 你們如果不喜歡中華民國 麻煩離開台灣 不要在那裡丟人現點 好啦 我們剛剛講到了 為什麼蔡總統執政抗議的 通通都是獨派偏多 都是綠色的組織偏多呢 好奇怪 國民黨執政綠的來抗議 我認同 民進黨執政藍的反年改 或是什麼白色團體來抗議 也沒問題 為什麼蔡英文你的國慶大典 旁邊抗議的 通通都是你的子弟兵 通通都是你的忠實擁護者呢 我猜跟你的國慶文告有關係 來 我們來看看蔡總統 國慶文告講了些什麼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在兩岸的部分 蔡總統會不會釋出多點善意呢 會不會再遞出另外一支橄欖枝呢 會不會有些新的說法 突破兩岸現在的僵局呢 答案 沒有讓大家有點失望 但是也不出所料 來 我們看蔡總統 針對兩岸的部分她提到 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不會走回頭老路 不講我還以為你放錄音機了 跟一年前的國慶致詞 蔡總統的第一個國慶致詞 幾乎一模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 順序稍微改了過來 怎麼說呢 來 我們看去年她說 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今年她說 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難道這就是你多釋出的善意嗎 去年第二句講善意 今年第一句講善意 這就是你更多的善意 更多的誠意嗎 再來看下面兩句 去年她說 不會再壓力下屈服 不會走對抗老路 好 不會再壓力下屈服 很強硬 很強硬 很凶狠 不會走回對抗老路 稍微的緩和一點 去年是先強意再緩和 今年倒過來了 變成先緩和再強意 難道這就是你的善意嗎 把善意往前放 把緩和往前放 然後字一模一樣 文稿完全不改 這就是你告訴我們你的新方向 你的三星嗎 這就是你在民進黨的 全代會上宣誓的 不挑釁 不要仇事 要好好拿出解決方法嗎 完全看不出來 報告戰統統 您這樣子的說法 中國大陸八成不會接受 在意中華民國國慶的台灣人 大概也不會接受 而你的獨派團體更別說了 我期望你對兩岸的關係 說法是一直往後退 最好搞到大家兵容相見 結果你現在清平裝舊舊 完全沒有往後退 你說獨派怎麼會高興 難怪今天來抗議的 都是獨派團體嗎 不是嗎 好了 再來看到 除了所謂的兩岸之外 蔡總統在今天的 國慶文告裡面 還談到了很多 比方說內政的部分 蔡總統怎麼說 他說 無論改革都困難 行政團隊都會堅持到底 承諾 對線承諾 改革一個一個實現 我們就會有一個更好的台灣 他還舉例 像是一例一休 軍公教年金改革 司法改革 長朝2.0 社會住宅等等 他說這些是內政改革 是 是改革 但我想請問蔡總統 改革一個一個實現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更好的台灣嗎 打個問號 先來看 一例一休 你造成的是勞資對立 你讓台灣900萬的勞工 無所適從 你讓台灣900萬的勞工 沒了加薪機會 沒了升職機會 沒了分紅機會 連嫁都沒得休 這樣子叫做更好的台灣嗎 再來看年金改革 軍公教跟社會其他的階層對立 軍公教自己之間又互相對立 人民跟政府對立 總統跟這些公務員對立 員工跟老闆對立 請問哪裡來更好的台灣呢 還有司法改革 全部都你說了算 你想怎麼搞就怎麼搞 恐龍法官亂判決 殺人不用死 殺人犯跟無辜受害者之間的對立 還有一般民眾 跟恐龍法官之間的對立 請問一例一休 年金改革 司法改革之後 哪裡來一個更好的台灣 只有一個更對立 更撕裂的台灣 繼續在外交的部分 你提到了外交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 重新定位台灣 要繼續推行新南向政策 蔡總統 在全世界其他國家 要跟歐盟做生意 要跟美國做生意 巴著中國大陸死不放 想大賺人民幣的同時 只有我們台灣 一直回頭走老路 要新南向 要新南向 我沒有看不起新南向的國家 但請問新南向能夠賺的錢多 還是歐盟賺的錢多 還是中國大陸賺的錢多 一年多的時間 兩次國慶 你永遠告訴我要走新南向 請問到底要走到哪裡去 可以告訴我嗎 柬埔寨你輸出革命 菲律賓你輸出毒品 到了越南 你輸出污染 哪一個新南向國家 會願意跟你合作呢 繼續 蔡總統講到了 我們現在要邀請各政黨的領袖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我想請問蔡總統 如果是你 今天民進黨幾乎被抄家滅足 黨產通通被清光光 然後民進黨這些退休黨功 就像現在的軍公教一樣 全部被清算 鬥爭 污名化 你會願意坐下來 跟那個鬥爭你 污名化你的政黨好好談談嗎 你先把人家往死裡打 然後再摸摸人家的臉說 乖 坐下來談 不坐下來談 你就是不團結喔 這樣子的說法 不只這些朝野領袖無法認同 我相信大部分的台灣人民 也無法認同 國慶文告攤開了無新意 我們很擔心 在這一次的國慶之後 台灣的未來又在哪裡 好 接下來把時間換個疫情 我們一樣先從非常為安掉期 而且獨派團體狂觸眉頭的這場 蔡英文總統的中華民國國慶 開始談起 好 我們謝謝佑政今日最大掛 我們在今天看到是好熱的國慶 確實好冷的場面 但是在今天 你看官裡的人潮冷冷清清 但是這個獨派的人士 他們來鬧場的時候 溫度急劇的升高 來 趙行 我們首先就來看一下 你今天也看到 這個國慶日的轉播了 你在今天你所看到那個場面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官裡的人很少 但是來鬧場的獨派分子 他們很積極 沒錯 其實你可以看到中間這個部分 奇怪 你有沒有發現 中間是空一片的 尤其是我們講到外面 反而外面是非常熱鬧 第一個我們就剛剛講了 自由廣場 拿一個大大的人偶用稻草包起來 然後用火去燒 就是這個怎麼樣講 讓獨派整個就是反對 中華民國跟厭惡中華民國 想要消滅中華民國這個氣氛 嗨到最高潮 奇怪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如果有在場的 都可以看到 有一個說要消滅 中華民國的氣球 慢慢的飄到廣場典禮的中心來 我覺得很奇怪 你到底是真的覺得 他是來鬧場 還是其實你是唱黑白臉 容許這個氣球飄進來 我們都知道 如果在國慶大典上 旁邊就是凱達大道2號是什麼 是外交部 對面是台北賓館 上面都有狙擊手 以前馮氏館講 馮氏館講無人紀錄 飛到基地怎麼辦 我補充一下 狙擊手的說法 軍方說法說 因為他們看到這個氣球 判斷沒有立即危險 所以沒有紀錄 這麼遠 你這樣看你就知道 沒有立即危險 對 一般來講這個SOP 第一時間 你就是要把他打下來 還讓他拍到中間來 然後你還有機會 你還有時間 比如說跑到一樓 抽根煙來討論一下 我覺得那個氣球有危險 我覺得沒有 不然我們讓他 漂到中間試試看好了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資格去判斷 它有沒有危險 重點是萬一有危險的話 你擔不擔得起 如果中間是一些 我們就講一些有毒的 比如說碳矩菌 或者一些奇怪的 恐怖攻擊的粉末 它一旦爆炸的時候 漂到這個 我們講的這些來賓的上空的時候 這種危險性是你可以判斷的 你到底憑什麼判斷 所以我們也從這些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現在 他的善後處理 第一個 他有沒有像我們講的 對付比如說統促黨來講 或者是對付那些軍公教 我們看過去 我們軍公教在抗議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去對付的 第一時間有沒有 上午發生事情 下午就把這些 我們講說比較激烈的 比較激動的人的照片 全部弄出來有沒有 而且還放到報紙上面去公布 你有沒有找出來這些 抗議的獨派人士是哪些人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去把這個氣球放出去 到現在有沒有知道 你知道是誰嗎 沒有人知道 你完全沒有去追查 所以你是有意的縱容 為什麼 因為技術上你做得到 但是你厚齒而薄筆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是 你根本就不覺得他是來鬧場的 他根本就是跟你配合唱黑白臉 因為我今天小英在下面講 然後人家都說我沒有國旗 沒有國旗 我只好虛與猥拙 隨便應付你說 好 我準備了幾個國旗 但是我還是要準備一些符號 讓獨派看得很開心 看得很爽 所以就容忍獨派這些動作 實際上為什麼來的人這麼少 大家看到這些動作 大家就心知肚明 司馬遭之心 路人皆知 你基本上心裡面 就沒有中華民國 所以他全說 國旗不是擺出來的 是放在心裡的 可是你心裡面的國旗 比擺出來的還少 這才是重點 你心裡根本沒有國旗 你看到中華民國被消滅 你心裡好開心 好棒棒 跟這些獨派團體互相唱和 沒有任何就是說怎麼講 追蹤 或者是沒有任何後續的 情治單位的 到處找出來到底是誰 沒有這些動作 所以你對他的容忍 導致大家寒心 所以大家當然待了一段時間之後 看到這種標誌 心都涼了一半 我幹嘛還在這裡曬太陽 跟你一起玩這種 消滅中華民國的爛戲 當然就撤退 當然人就少 我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 當然你從蔡英文講話的 整篇裡面來看 我們就不是說兩岸 跟去年一模一樣 在那邊跳針 去年他提到什麼 去年他提到維持現狀 今年沒有提 我們後面還可以提到說 他的這個內容 但是實際上來講 就是一個結果是什麼 百姓心寒 看你的過生日 變成過季日難看死了 我怎麼會想要來 你想要去中華民國的告別式嗎 我當然不想 我心裡面愛國 我替中華民國過生日 回來參加你的告別式幹什麼 莫名其妙 這觸沒頭觸到幾點 想不到蔡總統 舉頭三尺有氣球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但是蔡總統她是連到高雄 參加一個小小的活動 都要把周圍一兩公里 全部管制 然後捷運車廂上面要站警察 每個人只准出 不准進 維安規格在高雄都做成這樣 今天到了台北 她自己的辦公室 總統府前面的國慶大鐵 維安照理來說現在滴水不漏 怎麼會發生一個氣球 咻 飄過來 而且還從頭飄到尾 從頭飄到尾 來 毛哥 這非常非常奇怪 所以剛剛造星說 這是不是有心人士 故意放他飛進來 代表一個政治符號 你覺得 是 我覺得佑正跟造星的意見 我相當的認同 我也複裔這個說法的原因是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說 他對國安局調查局 還有警政署等等 有要懲處的意思 這看起來就很假 這好像是一齣戲要演給大家看 甚至我們也沒有看到說 葉俊榮內政部長 他要自己請辭 因為你說整個博愛特區 包括在總統府周邊 一個國慶日 他會有多少為安人員 對不對 你看得見的 看不見的有多少 然後哪些分子在那邊活動 手上拿什麼東西 他都是被監控的 像佑正一大早就去轉播 六點就要去安檢了吧 一大堆民眾也是要排隊 往年都這樣 今年沒有這些 你為安的人數不會變少 你能監控的 能仔細過濾的 一定更仔細 你還發生這種事情 那絕對是套好的 到目前你也沒有要成屬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需要負責 蔡丁貴還是帶著他的那些 反蔡英文 不好好說台獨的這些人 可能在那邊可以 為所欲為的去做事情 你就知道說 蔡英文其實是被獨派洗臉 可能也是打臉 就是說他已經證明了 蔡英文 蔡政府是 喊中華民國 跟慶祝中華民國 國慶是騙票的行為 獨派揭穿了這個事實 就是說你看你騙人 你看你穿國王的新衣 還出來騙 你這個雖然像外星人一樣 入職到一個地球人身上 但是你不是地球人 就是你台獨 你要植入在我們中華民國上 但是你很快就容易被揭穿 獨派沒有講出來的一句話 是什麼 獨派最不爽的是 你蔡英文還沒有特色沈水扁 你到現在 他獨派已經讓不到最後面的 就是你特色沈水扁 給大家一個交代 大家也好下台 就蔡英文也不敢 這為什麼不敢 中間當然有很多其他的 權力的一些禁足在裡面 這個我們可以好好聊 但是我們就要說 蔡英文 蔡政府她完全在玩台獨這個生意 騙完選票以後 她要騙鈔票 然後形成整個一個的金權循環 非常糟糕 你現在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她現在大家就是馬上 馬上在藉由國慶日發現她的一些 假的招數 走的套路 還有她說的一些話術 大家都已經慢慢認清了 所以她就慢慢開始 要丟出一些風向球 她說我們可能要來 討論如何修憲或怎麼樣的 其實都是假的 因為他們有過半的立委 他們也是中央執政 所以她如果真的要修憲 或幹什麼 她只要丟出提案 連署 叫大家連署 我們希望蔡政府跟民進黨 趕快做連署 讓我們看清楚哪些人去連署 哪些喊台獨的 又不敢連署 這馬上可以死傳所有人 你如果說要四分之三 席次才能過 那很簡單 你解散國會 你解散國會重選 讓老百姓重新用民意來決定 要不要修憲 如果民進黨獲得四分之三以上 那修憲 修成什麼樣的憲 我們都尊重 但如果民進黨不這麼做 而還在那邊 一邊要拿中華民國 當他的哲求部 一邊又要用台獨出來騙票 這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太假了 真的太假了 好 請問先休息一下 廣關回來 我們要來看看 總統府前面發生了這麼 我覺得應該是很嚴重的 維安疏失 但是不該被懲處嗎 而這樣的疏失 又是應該發生的嗎 我們待在現場 有帥將軍回來聽聽 帥貝貝的意見 說到今年的國慶 剛剛我們已經討論到 超扯的維安 可以放任一個獨派的氣球 就這樣飄上去 還說是消滅中華 好 再來 今年的國慶也很熱 32.1度 但是卻是看到場面 是有史以來的最冷了吧 我們其實等一下會來比較 做個對照 102年當時人潮滿滿 但是今年大家看嗎 這張照片 這椅子都是空的 上面都沒有坐人 這個可不是在結束後 或開始前拍的照片 還有下面這個是花車遊行 在國慶要開始的時候 你自己看 空空蕩蕩 以往國慶 我每年都去 以往國慶 在這個南北廣場 這邊是北廣場 這邊是南廣場 南北廣場 這個上面的椅子是排滿的 塞滿滿都是椅子 然後巧包是坐滿滿 可是你看今年國慶 他非但椅子沒排滿 排椅子的地方 中間還空了那麼多 排兩排椅子空一大段 排兩排椅子 空一大段 排兩排椅子空一大段 他後面這一半 是完全沒有排椅子的 而且排了椅子之後 人還坐不滿 這大概真的是 還是標牌 排得更難看 大概真的是 史上非常非常人少的 前幾名的國慶 好冷靜 是 因為大家信頭都有訴 因為這個總統 這個政府 根本就不想辦這個國慶 實際上在國慶 還沒有開始之前一個多禮拜 我很多朋友 他們已經開始自發 自動自發的在台莊 在全台灣各地 他們自己去到處貼國旗 然後建宗不是也舉行 擦國旗的那個行動嗎 有 議員130 對 為什麼會有這些行動 以前國慶為什麼沒有這種行動 因為以前國慶 不需要民眾去做這些事情 國家會幫你掛好 大家自己就已經 插得滿街都是了 今年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政府根本不想用這個國號 根本不想插這個國旗 所以大家只好自動自發 去做這些東西 問題是 結果還是不出我們所料 你看政府就是一副異星藍山 只是敷衍了事 我老實講 他根本不想幫這個國家辦生日 只是因為不得已 所以只好隨便請幾個元首 然後到最後 只來了一個土瓦魯的元首 我相信大概排名99% 人不知道土瓦魯在什麼地方 我去過土瓦魯 超級小的一個國家 是 然後另外來了一個 這個比較大 史瓦季蘭國王的妹妹 國王的妹妹兼內政部長 就像蔡總統的表姐兼勞動部長 是一樣的意思 然後洪都拉斯的副總統 然後巴拉圭的最高法院院長 還有聖露西亞參議院的議長 聖露西亞在哪裡 我相信也沒有幾個人知道 我也去過 我知道 你那個是跟總統擊隊的不一樣 但是我必須說 好 不管來了元首成績如何 至少有幾個元首來了 我們現在請外賓來 我們總不希望在外賓面前丟臉 結果今天搞成這個樣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丟臉 我老實講 以前我看印度國慶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在那邊弄一些那種 很奇怪的特技表演什麼 我看來會覺得很詭異 很雜耍 是 但是我今天必須講 我覺得印度國慶 比我們的國慶好看一百倍 因為至少人家 不管他那個是雜技 還是特戰訓練 至少人家是用很歡欣鼓舞的心情 人家是很認真的 去表演這個東西 而且旁邊的民眾 看得是非常高興的 今天我們自己國家的民眾 在旁邊都異性懶散 根本沒人要看 大家都不想去 你說這個國慶有什麼意思 已經沒有人要慶祝 這個國家的國慶嗎 不是 其實很多人要慶祝 這個國家的國慶 是因為這個政府 不想辦這個國慶 這個政府正在想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那空標氣球 上面所有的事情 就是要消滅中華 只是他不敢做 他沒這個總去做而已 所以今天其實 唯一傳達出小英心聲的 就是那個空標氣球 告訴大家 他是要消滅中華 只是他不敢 他想謀殺親夫 可是他做不下去 因為怕被抓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又基於中華民國這個財產 我跟你講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現在獨派就是這樣子 然後小英也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他們只好慶慶慶慶慶 隨便弄 反正有什麼東西辦不好 無所謂 然後說標語那些東西 如果不是媒體 大家罵了半天 搞不好很多他就不弄了 對不對 然後很多東西他能夠 隨便能夠慶慶就好 他心裡頭真正想的是 如果能夠貼上我台灣 共和國的旗幟多少 如果真的有這個國家多好 其實我覺得非常簡單 你們為什麼要憋得這麼難受 你看人家庫德族 都有勇氣自己公投 加泰隆尼亞人家還是公投 其實甚至一堆小國家 巴西最近有三個州 他們自己也自己 民間私底下辦公投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蔡英文政府不敢 你們民間這些獨派團體 不是每一個都台灣第一勇嗎 你們自己辦公投 然後逼蔡英文政府承認 你看他幹嘛用軍隊對付你 趕快用警察去阻止你 不讓你公投 我跟你講他不敢的 所以你們就去做 趕快去做 證明你們公投 台灣所有人都要獨立 如果能夠證明這一點 我佩服你 但如果你證明不了 不好意思 現在叫中華民國 請你乖乖聽命 不然就把你的身分的資料 滾出中華民國去 滾出中華民國 大概就是滾出台灣 差不多的意思 來 我們接下來請問 這個洪威議員 洪威議員 你應該也去過很多次國慶 今年很可惜你沒有去 不然你可以知道 我一直在講的人少是什麼意思 以往國慶散 我們不要講場內 場內剛剛你看到畫面 那個一對比太明顯了 真的是 看得滿難過的 我們講散場好了 以前國慶大概 現在總統講話差不多11點 結束要離開的時候 水線不通 今年結束 我從凱道一路走到公園路 要去做採訪車回公司的時候 一路暢通 連台大醫院捷運站的站口 都沒有人 整條凱道 整條公園路是空的 那表示什麼 表示根本從裡面散出去的人 根本也沒多少 一下就散光光了 我都沒有想過我們國慶 居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來 議員我們待會廣告回來 請您來評論 休息一下 今天看到那個場面 真的是非常的冷清 你看官裡的人潮 一年比一年少 每一年我們都在做比較 結果剛剛佑震也講了 今天其實人離開那個會場 都非常非常的容易 所以你可想而知 所以洪威 乾脆我看以後椅子 還是少排一點吧 免得空椅子難看 沒有錯 而且我覺得因為蔡英文政府 每一次這個雙十國慶 都辦得心不甘情不願 而且我覺得最糟糕的是 每一次辦國慶都想盡辦法 想方設法的去消滅中華民國 或消滅國旗 今年其實我們討論了 已經非常多了 因為一開始 尤其海外的僑胞 我們常常在講說 其實每次國慶 能不能辦得非常熱鬧 其實僑胞有時候真的都是 趁著雙十國慶 大家組團一起來參加國慶 可是今年我所了解 光是我們的外館 一些國慶的酒會 事實上很多僑胞 都已經不想去了 因為只要接到那個邀請函 大家就心裡就是一把火 因為找國旗找不到 找中華民國找不到 然後都是一些 就是很奇奇怪怪的符號 你對於想要幫國家慶生 中華民國慶生的 很多僑胞來講的話 他覺得我去幹什麼 其實我覺得今天 包含佑正雲 他今天一大早就去做轉播 然後他說捷運站的人 非常非常少 沒有人 所以剛才那個帥將軍說 搞不好站的人 都是一些便衣的特勤 還不一定是真的民眾站在那裡 我覺得主要就是說 你今天我們若肩的國慶 已經辦到大家其實 已經沒有國家的認同的時候 大家想想看 你去參加國慶幹什麼 你參加國慶只是生氣而已 真的只有生氣而已 我要講就是說 像今天出現一個 根本不應該犯的錯誤 剛才講 就是這樣的一個熱氣球 我們的博愛特區 不要說是在國慶活動 就算在平常的時候 在這個上空也不能出現 任何的熱氣球也好 無人機也好 這是博愛特區為安的最基本的 結果我們今天 我們有沒有做一些安檢 有 有一些民眾 陽傘還不能帶 雨傘不能帶 或者自拍棒不能帶 你會發現說 你所有的這些為安的安檢 根本是在搞假的 搞得一副好像煞有見識 結果既然在上空可以出現 這個消滅中化 而且把整個國旗倒著擺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 你想想看 大家光看到畫面上 這樣的一個出現消滅中化 大家就夠生氣的 你怎麼會想要到現場 去參加國慶 去參加國慶 我要講就是說 對於蔡英文來說的話 其實蔡英文從一上來 她的小動作是不斷的 就是我剛才講說 不是只有在接近國慶的時候 消滅中華民國 大家記不記得 她去邦交 我們的邦交去訪問的時候 她當時第一次她寫的就是 President of Taiwan 巴拿馬運河那次 對 他就講台灣總統 然後ROC是瓜胡 所以變成說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附屬的瓜胡 我覺得你自己第一次 以中華民國元首的身分 去出訪邦交國 你自己就把自己降格為台灣總統 中華民國就被你消滅掉了 那麼雙向演員 其實在我們這個 是我們海外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象徵 雙向演員三番五次 把國徽把它掩蓋住了 換來的是像民進黨黨旗那個台灣 綠色台灣 那事實上也非常像台獨旗 所以就是說你今天 你作為執政黨的政府 你三番兩次想要消滅中華民國 那到了國慶日的時候 要國旗就是也消滅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號也弄得非常小 所以你怎麼如何去激勵 或者讓大家能夠 希望能夠參加這個國慶 你如果在網路上 你會發現那個國慶 今年的冷清 大概是已經有史以來最冷清的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 也從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整個南北 就是總統府前面的南北廣場 大家看到這樣子一個 對照的畫面 左邊的應該是2013年的一個 這個南北廣場上面 你看 對 這是馬英九時代 右邊就是今年冷冷氣氣 我預期如果我們繼續 用這樣的態度去辦國慶的話 明天一年真的你這些 你這些椅子都可以撤掉了 因為根本沒有人坐 你放在椅子上面更難看 如果你沒有真心 為中華民國來慶生的話 其畫面就是一年比一年冷清 一年比一年難看 我們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但是南北廣場的大小 不會變小 所以當你的人越少 就會顯得越冷清 少子化 國安危機 到明年絕對會比今年還慘 然後明年 他們就可以發揮很多創意 而且他們就可以說 因為不可預料的 這個維安狀況很多 所以不要辦國慶了 那怎麼發揮創意 大家在家用VR就好了 你想看國慶的 想看蔡英文表演的 你用VR好了 這個蔡英文用各種方式 在糟蹋中華民國 大家可以慢慢看 後面還有很多好戲 這個我們從很多細節裡面看 他今天講的那個善意 真的我們一來算好了 國慶日是什麼 雙十節 Double Ten 多少年來的國慶 總統出現的時間 是早上10點10分 分秒不差 李炮跟這個儀隊 通通要是用秒來計算 對 他今天刻意弄到10點半 我們常常講什麼6點半 是倒什麼東西 我們不好講 第二個 這個國旗倒掛 一般人看看 掛到 在我們軍人看 這個很嚴重 非常嚴重 自古以來打仗 既其所指 這個三軍其上 旗子是代表元首 旗子是代表你總統的 中華民國是你 你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其實倒下來 那就是投降死亡總統的 這個國家復亡了 復滅了 我想大家都看過 華盛頓最美 最感人的一個雕像是 硫磺島浴血戰裡面 五個戰士敷的一面國旗 擦國旗的那個 擦那個國旗 他放在首都裡面去紀念 你們也看過四行倉庫 楊惠銘送面國旗 在四行倉庫掛起來 租界裡面所有的中國老不幸 包含外國人都受感動 所以齊不是一個迷信的東西 也不是一個虛無縹渺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象徵 今天你講冷清 說穿的原因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精神還存在不存在 為什麼冷清 藍的說你這麼不珍惜中華民國 你這麼樣的糟蹋中華民國 我去給他做什麼生日 那綠的講 你今天全部執政了 立法院是你的了 執政黨是你的了 行政院長也是你的 你幹嘛不讀呢 也不滿意 對不對 所以藍綠都不滿意 你說有誰來參加慶典 今天我講憲兵一兩千人 是常住在台北的 還有保安總隊 還有警察 所以講那個誰 你去到現場看冷冷清清 說不定剩下的還是 我們的維安人員 所以今天講這個國慶 是我有史以來看的 最冷清 雜湊的 最省錢的 最捨不得用精心設計的 因為這裡面你看到的東西 太多的是現成的 世大運 我講的 以前世大運用過的 撿這些人家 本來該銷毀的東西 又拿出來 對不對 我前面也講過 對體育選手也不尊重 講良心話 主辦人是立法院院長 你能調動的資源 比柯P不如嗎 今天柯P我雖然不喜歡他 人家世大運辦得比你成功 對不對 所以今天講起來 一個國家的清潔 你當家做主的人 不把他當一個生日來辦 對不對 暗中裡面還很多小算計 十點半出場 四個台灣代表政治的意涵 兩個是將就國軍不得不用中華民國 所以你從心裡面 你就在揚氣中華民國 你怪誰啊 你怪那個氣球嗎 氣球是代表你的心聲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很多你講過的話 要團結起來 正當領袖 我想這些正當領袖 大概頂多 宋楚瑜去給你開個會吧 誰要跟你團結 誰要來 其他誰要來 其他國家誰要來 其他國家誰要來 讓我們很感慨 我參加那麼多年國慶 你看馬英九那個時候 白嘉莉就在我右邊 王子雷在我前面 那個才叫慶典 人家是整團整團來的 對不對 現在不見了 不見也就算了 我最怕的是 他們去參加北京的國慶去 這才是讓我擔心的 沒有向心力 沒有向心力 你到海外僑解去打聽一下 真的 轉向的很多 對你失望到極點 所以我們這些 維護中華民國一輩子的老兵來講 看了這種場面 叫情何以看 的確 其實帥飛飛講這樣 一年不如一年 其實我們心裡是覺得 很難過的 看到這個國家 這樣子被這個枝燈糟蹋 好啦 回過頭來講 冷清這件事情 除了我們的國人很冷清 我們的僑胞很冷清之外 今年我們這個國家 友邦元首 好朋友 總該來走吧 很不給面子 來 我們來看 過去馬總統時代 我們不談了 10個 9個 8個 12個 人家很給面子 你一半國慶人家都來 好 我們就從蔡總統第一年 去年的國慶來看好了 當年 去年沒有 也沒有當年 去年 這個稱得上是元首級 元首級的 成級的 還有三位貴賓 不過來到今年 來平面報導告訴我們說 有五位友邦高層 好 高層 除了這一位 圖瓦魯的總理之外 剛剛講到了 史瓦濟蘭國王的妹妹 兼內政部長 說這個也叫高層 然後什麼 最高法院的院長 也叫高層 然後這個參議院的院長 也叫高層 你現在來的是一個 國家的參議院 以前來的是中南美洲 中美中 南美中參議院 等級差很多 換句話說 在今年的國慶 友邦來的 所謂元首級的貴賓 總理 總統 或者是國王 只有一個 而那一個 就是土瓦魯的總統 這代表什麼樣的警訊 蔡總統 還沒有聽到 還沒有看到嗎 鄒欣 其實這東西滿有趣的 就是說過去我們去年 還至少有三位 就是高層的元首 元首級 我們知道是元首級 你不一定說是要總統 也有可能是總理之類的 就是說我這是一個國家的領導 但今年我們嚴格來講 只有一個叫做土瓦 問題是土瓦這個國家 基本上就已經 土瓦魯 你看 我連名字都沒話講清楚 你看 我就承認 我真的念不清楚這個國名 沒辦法 我真的不瞭解 我是念國際關係的 土瓦魯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其實很簡單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因為你蔡英文的這個政策 是逼著這些國家選邊站 這些國家以前當然很樂於 來參加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慶 可是現在來參加 基本上還有一個什麼意涵 就要逼你選邊站 甚至是你是不是有支持 台灣獨立的意涵在裡面 所以這些國家 當然也會受到一個 比較大的壓力 我今天來這個地方 我要選邊站 我基本上可能 大陸這邊的經濟援助 可能都要被cut掉 都要被剪斷 所以基本上你能不能夠跳脫 就是所謂兩岸關係 在這個世界上面 是一個零和競爭的格局 這個就非常考驗 蔡英文政府的智慧 那麼除了我們講的 各國元首 數目上減少以外 第二個 蔡英文政府從去年到今年 都在強調所謂的新南向政策 我請問 今天出席的國家元首裡面 不要講元首代表就好了 東南亞的國家來得有幾個 我基本上是沒有看到 換言之你在所謂你想要經濟的 這個重點區域 所謂的東南亞國家 完全失敗 在官方上面的交流完全失敗 然後再來講 我注意到 你在整篇 整篇這個國慶演說的稿子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數字 以前我們提到說 馬總統太愛講數字 我們聽了說沒有感情 現在我很懷念馬總統的數字 為什麼 因為你連一個像樣 蔡總統你連一個像樣的數字 都提不出來 國家人民經濟的成長幾何 你沒辦法講 然後國家人民薪水的提升幾何 你沒辦法講 GDP的成長你講不出來 這些東西 我們的邦交國是增長還是降低 你講不出來 我們的免簽國是增加還是減少 你講不出來 所以你整篇的這個言說裡面 我看到很華麗的遲早 我的目標是什麼 我要做什麼 但你已經做到什麼 我完全沒有看到 也難怪 我們剛剛要提到說僑胞的部分 為什麼僑胞來得很少 我們看今年開始 這個政府對僑胞做了什麼 就有幾個僑務委員 不過就是被邀請去大陸 他的僑務委員就被拔掉 然後有很多的僑胞 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在國外所辦的活動 都被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 不要說他自己不承認自己 是中華民國了 他自己稱為是台灣政府 處處刁難 要嘛就停辦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今年 僑委會的預算看到 過去僑委會預算 從來都沒有所謂的秘密預算 今年為什麼編秘密預算 很簡單 因為他準備厚持而薄筆 如果這份預算 不是秘密預算的話 我今天這筆錢要批給清綠的 支持台獨的團體的時候 立法院的雙眼是看得到的 可是如果你改編成秘密預算 不好意思 你這筆錢想給誰就給誰 就專門給那些海外秘密支持 不認同中華民國的團體 所以我們的僑胞為什麼 聽了心寒 看了心寒 這些動作我說實話 大陸是白癡嗎 他不會看到嗎 他不知道你口是而心非嗎 所以當你的國慶 想要邀請國家元首來的時候 大陸當然會知道說 這其實根本不是認同 中華民國的表現 請你來做我的邦交國 但實際上你連一個一中 或者是一些九二共識 都提不出來的時候 你基本上等於就是認可了 大陸基本上就是把這些國家元首 去參訪台灣或者是到訪台灣 當成是認可台灣現在 不承認九二共識政策的一個背書 當然會給你比較大的 這樣的施壓 所以我們在國際上面的朋友 越來越少 越來越無力 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我們能夠運用的籌碼是什麼 民進黨的利益 不等於台灣或者是 中華民國的利益 蔡英文總統你要搞清楚這一點 你要站在台灣或中華民國優先 而不是民進黨或蔡英文優先的政策 替我們的僑民 替我們的國民來制定政策 這樣我們的國家才有未來 也才是我們10月10號 為國家過這個生日 最好最好的期望 而且今天滿奇怪的 土瓜路總統要來 過去友邦元首來得多 今年只來一個 可是今年的凱達格蘭大道 這我一到現場 我就覺得好奇怪的一件事情 一往凱道兩邊 這個樹上或是旗桿 或者是這個路燈上面 綁著的一定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青天白日滿進口 但今年他在國旗兩面 中華民國國中間會夾一面 這個國旗 大家看到了嗎 像一個英國一樣 可是下面是水藍色 上面有黃色星星 這面就是土瓜路的國旗 可是以往我們來的元首那麼多 好像也沒有在凱道上面 去掛我們其他友邦的國旗 比較少 今年特別掛了這一面 然後還在致辭的時候 特別介紹他出場 邀請他入座 我會覺得有一點怪 會不會是這個蔡總統 不怪 真的嗎 氣候溫暖一點的話 那個國家也淹掉了 那是馬上去到 海平面上升 沒有想過機會 可是這個你掛 只掛一面國旗出來 他唯一的貴賓 他就唯一的元首 那你不就讓人家知道說 我只有一位貴賓了嗎 是不是 教授 這個我們禮賓 外交部禮賓 有一定的規格跟儀儀 大家是照表操客的 這個也都有盛傳 所以基本上 剛剛您講的那個圖 在過去來的元首 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就是全掛 就是說我們的國旗 我記得他們這個國旗 掛比較多 然後每一國的都掛 如果不是有外國元首的 其他慶典活動的話 就全部是中華民國國旗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外交部的門口 對 這個沒錯 那個是會有 所以基本上 今年就是掛得少一點 所以只有元首等級的貴賓 才掛國旗 對 那表示就只有一個 就是總統總理 國王這一類 所以就只有一個 對 那麼今年來的人是比較少 當然我們可以做一些想像 包括這個 譬如說 大陸一帶一路 很吸引人 或是現在很多我們的邦交國 目前並不願意 有大動作的 引起北京的注意 那麼倒不一定會 考慮要跟我們在外交上 有什麼重大的衝突或是割裂 但是大家都小心謹慎的行事 那麼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今年的國慶是在馬上明天 10月11號 中國共產黨第18屆 第七中全會就要開羅 那麼開了三天以後 休息兩天 緊接的就是十九大 所以大陸到底後面怎麼變化 也會影響到 今年我們辦國慶的時候 很多考量 包括跟大陸 釋放什麼樣的訊息 未來兩岸關係怎麼看 都會有滿多影響的 我相信不只有我們 我們所有新南向政策 所有目標的國家 包括東協的十國 包括印度 包括澳大利亞 大家也都會看 大陸的變化 所以今年的國慶的時間點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時間 確實 尤其像剛剛老師談到的 就是兩岸關係 我覺得今天我們在 蔡英文總統談話之前 我們就一直在關注 到底針對兩岸 你要說什麼 結果我們聽到了 總統這麼一講 我們就發現 原來好像是在什麼 在播錄音帶 你也可以說 這個文稿是用抄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2016跟2017的 國慶的文告 蔡英文總統 針對兩岸的部分 她怎麼講 在去年她說 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而今年她說 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好 去年她說 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更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而今年她說 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也不會在壓力之下屈服 這聽起來怎麼好像一樣 只是順序不同 來 聽一下 像傳聲器一樣的總統文告 兩岸關係有些起伏 但我們的立場 仍然一致而堅定 我們的承諾不會改變 我們的善意不會改變 我們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更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兩岸關係攸關台灣前途及2,300萬人民長遠的福祉 從去年520到現在 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我們盡了最大的善意 雖然因為雙方政治立場差距造成兩岸的波折 但也努力維持兩岸關係的基本穩定 我也多次重申 我們的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是怎麼樣 原來這是兩年的畫面是不是 我也換個角度 連穿的衣服都很像 頭髮不太一樣 不過大家看 其實這個比對裡面 除了講的話之外 你看其實去年我們國慶 中府給的這個小禮物 你看還有國旗 還有雙十 還有什麼東西的 今年沒了 對不起 只有一頂很奇怪的帽子 上面有紅 有綠 有藍 有白 看不太懂到底什麼意思 只看到民進黨的綠 跑到了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國慶的顏色當中 滿奇怪的 好 來 我們講到 兩次的談話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我一開始提到了 順序不太一樣 來 在去年他講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但今年講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把善意往前放了是吧 代表比較有善意嗎 來 去年是說 先說不會屈服在壓力之下 再說不會走回對抗老路 今年兩句話又倒過來了 先說我們不會走回對抗老路 再說我們不會屈服在壓力之下 所以代表什麼 換了這個順序代表善意比較多 代表我們的和解比較多 我們異數不透過橄欖枝嗎 這個有意義的 就像我老話 我那個什麼手機要密碼 銀行要密碼 什麼要密碼 不能亂換 不能亂換 我怎麼辦 我就把前面兩個數字 調到後面去 因為我只背得到那一組號碼 對 這個比例滿妙的 這是老話的 這個結果 如果要做邏輯上面的推理 我舉一個例子 那個帥將軍是最在行的 記不記得李總統在的時候 我們的國防的指導 叫做防衛固守 有效嚇阻 然後到了阿扁總統的時候 是把他轉過來 有效嚇阻在前 防衛固守在後 然後到了馬總統的時候 又把防衛固守放在前面 有效嚇阻放後面 所以 有變化 現在加了個多重 重城 所以我想哪一個放在優先 他是有某一種意涵的 所以善意往前移 真的是善意會比較多 譬如說官陸生 加他們的健保費 這都是善意嗎 陸佩不給嗎 陸佩不給嗎 這是善意嗎 然後這個 現在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然 我自己比較注意到的是 蔡總統有特別強調就是 可預測性 有沒有 可預期性 這個可預期性的話 對於我自己以前 擔任外交官來講 這會變成一個 很沉重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一直跟我們講 No surprises 就是你不要做出 令我意外的舉動 就我沒想過的 所以美國希望我們的政策 我們也希望別國的政策 他有一定的恆長穩定 就讓我們可以預測 他這件事情 應該會往這裡走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如果我們從談判者的角度來看 十九大真的還沒開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 還收到簡訊 看了我嚇一大跳 說胡錦濤接受調查 這個就扯大了 我基本上直覺認為是假消息 現在假新聞很多 可是大陸人士的傳言非常的多 所以在大陸這一場政治大戲 還沒有上演的時候 我做了兩個考量 一個就是我們從過去 蔡總統在路透社的訪問 還有另外一家報紙 我們國內報紙的訪問 大陸的國台辦 都是在24小時之內 馬上就回應了 而且全部都是全部封殺 他的回應也是可預測性 就是只要沒有回到九二共識 就什麼 所以我們也會背 因為大陸他 就是不管怎麼講 我覺得上一次講那個三星 就是新的情勢 新的問卷 新的模式 這種算是有一種動的感覺 可是大陸的回應是平的 如果我從談判角度來講的話 你十九大都還沒有開 我現在再丟一個東西 如果明天10月11號 國務院台辦馬上就 禮拜三他正常開記者會 他到時候又回應很硬的回的話 我十九大以後我更沒有轉換 所以這個也是考量之一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今天 整個來講就是關於兩岸的論述 我覺得不做太多的變動 可能有一些考量 大家的期待很高 什麼520希望他多講一點 10月10號多講一點 後面還有 那個什麼農曆年也可以講 我們等了兩次520 又等了兩次10月10號 所以現在我覺得 我真的有覺得 新的形勢有變化 我不相信蔡總統沒有感覺 這個新的形勢是上一次 去年520沒有川普 今年有川普 川普怎麼跟習近平玩 他的跟我們過去看歐巴馬政府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並不是外在形勢沒有變 所以我覺得現在 今年我們再看雙十講話 去年雙十的時候 美國還沒投票 今年的話這個川普 川普他的這個正波 他是少到歐洲 少到非洲 亞洲 到處都有 那麼所以我覺得 新的形勢是存在的 所以前一陣子 就是王健壯 王大哥講 就說這個形勢 我們過去認定的形勢 是舊的了 我們過去認定的維持現狀 是舊的了 所以現在有一個 新的川普因素加進來以後 兩岸的問題就變成極端複雜 所以沒有看10月18號到25號 這8天的19道 你現在做的判斷 就是說我現在要你一個稿子的話 我也會在想 我算不算得準 因為馬上開牌 就一個禮拜以後 馬上就要見真章的事情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暫時沒有太多的變化 可能是一個手勢 一個安全牌 你覺得是play safe 我覺得現在 他黃介正雄講得很複雜 說白一點 我們觀眾聽就懂了 我們怕被川普把台灣給賣掉 他跟習大大的這個 兩個現在就是密理條由 他們習得他之後又要起川會 他們後面要談 中國跟美國40年的架構 這個裡面就是 買賣中間的利益交換 我給你什麼 你答應我什麼 我給你什麼 你答應什麼 川普這個商人 把台灣賣掉是我們最大的憂慮 你最後那一點點依賴都沒有了 所以說穿了 今天街正雄還在給他擦點粉說 不引起意外 保持一個 所以前後倒一倒 對不對 不讓人家有surprise 但是問題 你被賣的沒有資格說話 做買賣的雙方是習大大要買 還是川普要賣 是他們之間的事 操支不在我們 所以九二這個問題 我們只是說 我們媒體也好 老闆現在希望你把九二公司 再往前走一步 讓習自己 他們不能破壞自己的原則 和平發展 對不對 如果說 你今天一點善意 真正的善意不釋出來 十九大以後 反分裂法 變成促同法的時候 就比較麻煩了 何況 北韓在跟美國交易的時候 你被賣掉的可能性非常高 好 我們吸收一下 同後回來繼續討論 好 我們今天已經聽到了 蔡英文總統 針對兩岸關係的最新談話 但講最新 好像也有點不太適當 趙欣 從心意吧 我覺得今天我們來評價 就是說這個蔡英文總統 在2017年對兩岸的 這種看法跟走向 太小看我們了 基本上我們在預測的是 2018年 為什麼 因為我預測明年在兩岸的部分 他大概也是會這樣子想 只是說今年是承諾跟善意改變 明年可能把壓力下屈服 放在第一句 後年大概就是把 走回對抗的老路放在第一句 這樣子4句 細顧的 用4年可以換 換人換去可以玩16年 我們可以玩16年 開業組合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把 過未來16年的兩岸關係 一次做一個平息都沒有問題 但是他不會做16年 他可能只做4年 所以基本上4年就夠了 所以我還是比較好奇 他把善意對調 然後把這個屈服往後放 然後把這個不走對抗老路 往前放 這代表的是善意嗎 用順序來看的話 沒錯 在順序上面來看 不能說沒有玄機 雖然只是排列組合 過不了那個論文測試 抄襲的那個軟體 但是他還是有一點點的玄機 玄機是什麼 去年是講什麼 去年第一句說 我們的承諾不會改變 請問一下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承諾是什麼 這個承諾就是他去年講 維持現狀 可是現在的現狀還能維持嗎 還維持得了嗎 還維持得住嗎 我們現在看好像不是這樣 問題是現在兩岸關係 最大的衝突跟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就是大家覺得你蔡英文政府 基本上根本就不太想理會大陸 基本上你今天找了一個 人家講非常 人家講說從暗讀到民讀的行政院長 叫做賴清德 然後雖然講得親中愛台 但是在答詢的時候 馬上講我是一個務實的台獨主義者 這馬上就引起國際乃至兩岸之間 非常大的猜疑 所以今天為什麼他把善意這兩句話 放在第一句裡面 就告訴你說 基本上我還是 介於美國的壓力想跟你談 為什麼 因為前一陣子 AIT的主席墨建 他希望台灣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在今年的 國慶也要提到 就是希望你國防自主 分擔一些責任 而且你的國防自主 不要給我亂搞什麼弊案 把這個東西給搞砸了 所以第一個 他在今年的國慶演講裡面 提到國防自主 第二個是希望什麼 希望台灣跟大陸 中華民國跟大陸進行什麼 建設性的對話 就是我不但是要對話 而且不要跟我 只是在那邊扯爛屋 要有建設性 要有成績出來 為什麼 因為在現在的兩岸關係 已經沒有辦法維持現狀 因為大陸已經認清 你蔡英文政府 基本上是一個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 不願意承認憲法上面 中華民國跟大陸這邊的交集 所以現在我們在講 大陸是什麼 已經變成單邊主義 過去的兩岸關係 是需要雙方共同坐下來協商 達成共識 才能夠進行到下一步 現在中華民國已經不管了 我現在自己能做什麼 我就先做 包括我在經貿上面 對於台商 我單方面的優惠的給予 第二個什麼卡式台胞證 我就先發的 然後各種商業的優惠 我就先做的 但是我官方就是不跟你接觸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 單方主義的這種結構之下 大陸基本上也不太想跟你台灣 去談這些東西 因為知道你談假的 重點是我要跟你談真的 你到底有沒有承認 我們講的 不一定要九二共識 你換一個字 你換一個字 讓大家可以再過 就是蔡英文講的 建立在過去的 兩岸共有的政治基礎之上 做些什麼 可是實際上我們做的東西 我看不出來 所以蔡英文因為要表達 他所謂的善意 但是又講不出來 所以他就把善意這句話 移到今年 我們講國慶演說的 第一句是什麼 就告訴你說 我雖然有善意 然後第二句才在講說 我們說這個就是說 我們的承諾不會改變 就是說第二句才去強調 維持現狀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問題是 不管是在建設性對話上面來講 如果今天蔡英文政府 還在國安上面來判斷 我今天這樣子 只是在國慶演說上面 講講一些虛無的 這些飄渺的這些字詞 不做任何實際上的事情的話 基本上十九大 如果蔡英文自己不講 有很可能就是 未來的十九大 有可能是 大陸逼著美國來講 包括在一中原則 包括在九二共識 包括反對台灣獨立 如果蔡英文不自己講 今天如果蔡英文自己講 美國很簡單 美國還可以跟大陸講說 好險 你看蔡英文自己有講 你是不是就可以不要逼我 跟你發表共同聲明 你就給川普一個面子 給川普給美國 更多的迴旋空間 這個美國有一句話什麼 You help me to help you 請你幫我 幫幫你 今天台灣你願意幫美國這個忙 美國想要幫你台灣 裝得一點點的迴旋的空間 可是你就是不把這個話講出來 不好意思 我就沒有辦法面對大陸 咄咄逼逼人對我的壓力 那就只好我自己講 請問是美國講反台獨 跟承認一中 比較對台灣友商 還是台灣自己講 對台灣友商 當然是台灣自己講比較OK 美國最近幾次的發言 一中原則一直掛在嘴邊 對 他已經透過各種的 就是前政務官 前國務卿什麼什麼 哺哩巴拉的 在告訴你說 你可不可以在國慶 或者是比較重要的場合 某個程度上去講 對一中原則 或者對反台獨這種東西 有個交代 他就是在國際上面 就是在暗示你說 如果你不講 我快撐不住 快撐不住 那就換成我自己講 到時候你台灣的籌碼更少 你現在的時間越來越少 你現在的籌碼越來越少 請你把握時間 為台灣人民 為中華民國國民 去爭取最大的彈性空間 這就是美國給我們的暗示 結果我們蔡英文還覺得說 好像無所謂 我今天這樣子 耍一個痞子樣你知道嗎 就沒有關係 這樣的話流失的是我們台灣 就是所有人民的優勢 這個才是我們最擔心的 在兩岸上面 蔡總統講了好像跟沒講一樣 我們說叫空話 那在內政 內政上面 蔡總統好像不是講空話 他講得好像是謊話 為什麼呢 來 蔡總統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 無論改革多困難 行政團隊都會堅持到底 兌現承諾 改革一個一個實現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更好的台灣 我看不到 其實你今天那個蔡英文 她整個的談話的時候 我有特別注意到下面對他的回應 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股掌聲明 那如果是有一個更好的台灣 我看不到 其實你今天那個 蔡英文她整個談話的時候 我有特別注意到 下面對他的回應 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股掌聲明 其實非常非常小 只有他介紹到 乾神父的時候 其實鼓掌聲音才比較大 特別他講到什麼司法改革 年金改革 大家都已經非常的無感 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 我講到剛才就有關於 兩岸的部分 我們如果看那個對照 也就是說去年蔡英文 再談到兩岸關係上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她的神情事實上 是比較有自信的 今天相對來講 第一個 她的頭髮非常的凌亂 我也不曉得 今天風滿大的 可能風很大 但是我覺得 作為國家元首 我覺得真的吹得太凌亂 還有一個 對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覺得她那個自信 已經完全消失了 她絕大部分的時間 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眼神滿空洞的 因為她都是在唸稿基 你有沒有發現 她大概就是左右兩邊 就是反正照稿這樣去陳述而已 然後也看不到那個自信 剛才趙欣提到維持現狀 你如果把她去年的國慶的講稿 跟今年講稿 沒有錯 有很多雷同 剛講那個所謂的四步 幾乎是完全一樣 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有關於兩岸的維持現狀 她去年對維持現狀 陳述還非常多 今年幾乎完全沒有提了 她本來告訴你維持現狀 是我對所有選民 最重要的兩岸論述承諾 今年提不出來了 然後搞一個新模式 我不曉得她要提出來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新模式 所以我覺得今天整個的談到 不管是兩岸部分 還有外交 外交我特別提一下 去年在講到外交的時候 她還很得意說 她走訪了什麼巴拿馬 巴拉圭 多明尼加 宏都拉斯 細數她的外交政績 今年一個都沒有提 因為巴拿馬斷交了 斷交了 趁多美 普林西比也不見 對 所以她去年 她還講了一些 她在外交上 踏實外交的政績 今年幾乎全部不談 然後只談到新南向 新南向幾乎也都是老調重談 好 回過頭來 我們來講她內政的部分 內政部分 她其實要延續一些 她原來承諾的一些青年的政策 包含年輕改革 我改了這些軍公教 你們年輕人 事實上也沒有支持我 也沒有感謝我 然後先講一些 就是公共住宅的部分 社會住宅 對 公共住宅 然後又告訴你一些 托兒的政策有沒有 長照2.0 托兒政策 長照2.0 她一直在講從血前到血後 今天特別講到 有關托兒的政策 就是給年輕的父母 來一點點希望 其實我今天聽著她講得最多 反毒 她那個反毒講得那麼多 對不對 我的頭都昏倒了 她有請國家之力來反毒 清泉崗的毒品 都要怎麼回事 你告訴我們一下好不好 你交代一下 然後現在告訴我們 要盡全力來反毒 然後還防毒 棄毒 戒毒 然後加重販毒的刑責 你們當時民進黨的一些立委 不是都要把毒品除罪化嗎 顧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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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利雄還是你重用的人對不對 所以反毒 你只是用嘴巴上講反毒嗎 我剛剛講清泉崗 到底那個毒品是從哪裡來的 到現在為止虎頭蛇尾 我們不曉得 要反毒打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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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特地 問一下我們毒品 那個要怎麼處理好不好 對啊 沒有錯 都特地也都告訴你 是從台灣是最主要的 台灣是最主要的供應國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也沒有講 好 我要講花一點時間 特別他在最後提到 突然神來一筆講說 他要邀請各個政黨禮秀 來坐下來談 這個好像丟出一個橄欖枝 因為他前面講說 感謝各政黨主席來參加 感謝李登輝 感謝陳隨便 感謝馬英九 他突然變得 他的胸懷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要邀請各政黨主席 我想請問一下 你要邀請各政黨主席 你要談什麼 如果你講的兩岸新模式 大家不要談了 黃國昌連國歌都不唱對不對 我請問你 我們怎麼跟他談 黃國昌 我沒有辦法跟他談 任何的國家認同的問題 他到那邊 我只是覺得 黃國昌如果你不想唱國歌 你就根本不要去參加國慶 你到那邊幹什麼的 對不對 這個真的要譴責 如果你今天要談內政的問題 一例一休 不是就是賴清德所承諾的 他要在整個的 立法院總質詢之後 他要提出版本 很多的內政問題 事實上 現在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 在立法院裡面 你也是絕大多數的 這個席次的優勢 所以你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你當時一例一休 不是也是這樣嗎 強行通過 你的前瞻計畫 不是也是強行通過嗎 然後你不要讓國民黨 提出任何的意義的時候 你就用一個一事不二意 對不對 也可以完全的踐踏 整個的國會的民主程序 你現在請問一下 你要各政黨理秀坐下來談 談什麼 談兩岸 談外交 還是談內政 我不曉得要怎麼跟你談法 那麼過去 蔡英文一直都非常傲慢的 當時馬英九其實也有很多次 希望能夠邀請蔡英文來談 可是他都非常傲慢的 都拒絕了 他都不願意來談 包含他剛剛當選的時候 來請他談 他都說不要談 秘書長先談 如果你是這樣的態度的話 你先告訴我們 你要談什麼 才能讓各政黨主席 坐下來跟你談 不要等到你民調已經下滑 然後希望人家去跟你背書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丟出一個 所謂的政黨理性來談 到底要談什麼 今天擺麵人很多 有蔡總統 有講到賴清德 有沒有唱國歌等等之類的 講到郭寬敏有沒有來 等等之類的 但有一個人不甘寂寞 他很想要有擺麵 他很久沒有新聞了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叫黃國昌 他用什麼方式撥擺麵呢 唱國歌的時候 他嘴巴動都不動 一個字都不唱 這種人稱他什麼國慶典禮 不要去 休息一下 回來談他 他不動 去 走 他不動 看清楚誰沒唱國歌了嗎 馬英九唱國歌 應該的 吳敦英唱國歌 應該的 賴清德開口了 值得嘉許 從善如流 後面那個黃國昌在幹嘛 到底是來幹嘛的 雙拳緊閉 去年一個孤寬敏 唱國歌不站起來 今年來個黃國昌 唱國歌不開嘴 不張口 你來幹嘛呢 黃國昌現在的角色 跟他的內心世界 想必是很複雜的 在上週五的時候 在新北市第12選區 也就是黃國昌的選區 送出了最後讓他一定要面臨 被罷免的連署的補充票數 本來時代力量的一些網軍也好 還有他支持者也好 還都在那邊說 你看 差293份 你們一定過不了 這個就是被刷掉了 黃國昌不會被罷免的 講了很多感恩國昌 讚嘆國昌的這些話 結果後來 人家你差293份 人家一次送出2200多份 這個倍數就直接讓你們知道說 大家還是期待黃國昌被罷免掉的 整個狀況到現在 我看黃國昌 他能還有心情去 勉為其難的參加一下 本國 中華民國的國慶 這個已經算是值得嘉獎了 不要太強人所難 可是他去 他又要有一定的演出戲碼 他才能夠去凝聚 他想要動員的那些對立的票數 因為他在戲子那邊 我們大家都知道 像趙欣也是戲子人 在戲子整個票倉裡面 藍是大於綠的 但是16年的整個選舉的氛圍 讓藍軍的票很多沒有去投 黃國昌的票 他是靠切割 靠對立 靠塑造他個人的形象出來 他現在形象慢慢在瓦解 慢慢在破功的狀態之中 他只能去抓住毒的跟綠的的票 因為他最怕的是民進黨切割他 他的票數裡面有過半 甚至說有七成以上的票 是民進黨在當地 犧牲掉他們自己審發會的票 然後想辦法挪到黃國昌身上去 幹什麼不要來 如果國昌拒來國慶 新聞更大對不對 這個你如果 他現在不能得罪蔡英文 他也不能得罪民進黨 當年初選的時候 審發會的民調 是比黃國昌還高的 是硬讓的 是 蔡英文硬生生的 幹掉審發會 把那個缺空出來讓給黃國昌 為什麼 因為他是最忠貞的小英男孩 他是玩太陽花 然後犧牲全部年輕人利益的 然後去成就他個人的光環 然後成就他個人光環之後 他做的是哪些事情 他現在他的那些粉絲 還有他的網軍一直在說 你看黃國昌都會去質詢 趙鋒金控的事情 這麼好的立委 你為什麼要罷免他 對不起 你如果真的是關心選民的話 你應該去關心選民 被銀行追債 被銀行要吹腳貸款 被銀行拍賣房子 而不是去打一家金控公司 然後你打完之後沒多久 那家金控公司的董事 就換了一堆綠的人進去 這個手法我們看得太明顯了 民進黨跟黃國昌 一路從唱雙黃也好 到現在內外合也好 他們這種戲碼 大家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說你看他唱國昌 他唱國歌的那副樣子 我們今天大家無法接受 但是你如果去時代力量 或是黃國昌的臉書 或是晚上在PTT上面看 他們就會說 讚嘆國昌 感恩國昌 真的好威武 好神猛 都不唱國歌 你看賴清德就唱了 那不對的 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就是這樣 在同溫層裡面取暖 現在黃國昌何許人言 黃國昌在戲子 在瑞芳已經是過街老鼠 他現在要抓住 他現在很怕 他說要直球對決 他說沒有關係 他要被罷免的話 他要直球對決 那就要罷免 像我們很希望他被罷免掉的 我們就說那球來就打 黃國昌你敢投直球 來 黃國昌為什麼被罷免 很清楚的 你身為在野黨立委 你卻去當執政黨的附庸 在這麼有爭議 全台灣每個人都知道 是綁裝預算的這個前瞻 這8000多億的這個預算裡面 你黃國昌講一套 結果投票的時候 馬上再成國民進黨 你獲得什麼好處 你也要交代一下 今天整個黃國昌 在國慶的這個表演 我們大家只能說不意外 但是有夠爛 你不唱國歌 沒關係 你可以在你的同溫層區 你可以博得你在獨派裡面的名聲 但我們一樣可以罵你 對吧 休息一下 他說你討厭一個壽星 你去參加他生日趴幹嘛 今天你黃國昌 你不認同中華民國 你來參加中華民國的國慶 而且還不唱國歌 又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必須說 這真的是顧寬敏 尬拍英國大聲 因為去年這個老頭子 就是這樣看的 他就這樣拽著伍板 坐在那邊 嘴也不髒 然後就坐在那邊 站都不站起來 是 站都不站起來 完全不尊重這個國家 他還領這個國家的身分證 還在這個國家這邊呼風喚雨 好 現在黃國昌有樣學樣 他是來了 是 他也起立了 可是嘴巴動都不動 其實為什麼 因為他不喜歡這個國家 他討厭這個國家 我就不知道這個人 為什麼要來當這個國家的 立法委員 選他人是頭骨壞掉 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你們到底想要幹什麼 好 不管 不管怎麼樣 因為反正現在有很多 所謂的覺醒青年支持他們 但是問題是 黃國昌這個人的真面目是什麼 其實非常簡單 剛剛嘉信有提到 他一直在打趙鋒金 可是問題是 現在換顧力雄 當金管會的主委 他會不會繼續打 他會不會繼續追 那些綠營不利的事情 他會不會繼續追 你要是看到黃國昌質詢 所謂的質詢顧力雄 你就會吐出來 是啊 超噁心的 他根本就是做 他們兩個就在做球 互相做球在吹捧對方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笑話 因為包括當年挺黃國昌 挺時代力量這些決心 他們現在慢慢也比較覺醒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從來沒有一個 在野黨 當他在質詢的時候 是不斷攻擊另外一個在野黨 從來不批評執政黨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幹 因為你作為一個在野黨 你當然希望你自己 有朝一日可以執政 你到底要去質詢誰 就是執政黨 執政黨他在執政 他才會有錯誤讓你去質詢 結果你不斷的在批評 在攻擊 然後所有的事情 到最後的結果 都是其他在野黨的錯誤 這不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那你請這個 你組織這個黨的目的在什麼 其實就是民進黨的側翼 這個時代力量 本身就是一個民進黨的 打手組織 那王國昌本身就是 蔡英文豢養的一個小弟 那這個小弟 其實也是狼子野心 他也不會干預一直當小弟 所以他還想積極培植自己的力量 可是他不曉得的是 他玩過火 玩過火到現在 人家開始要罷免他 他一開始罷免那些法 也是他自己去訂的 那現在 可能變第一個被我批評 我就是修行政策 跟 詞bridge 吉祥 vs 。 。